好,來,接下來請書長 謝謝 好,謝謝委員 書長,我前一陣子看到一個新聞喔 我蠻心痛的 我會心痛的就是說台灣的農民其實都很辛苦 大家都知道 那政府要怎麼樣調製 水果的價格 我相信大家也覺得都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有個新聞喔,說 果件商農有兩百萬的公盾 有兩百萬盾的文旦丟到真文水庫 我除了關心我們的農民以外 我也很關心我們的水庫跟水源保護區啊 那後來這個新聞出來了以後 大家發現台灣一年年產的柚子 根本沒有兩百萬噸啊 大概八萬多噸而已 他說啊,講錯了 是兩百萬斤倒到裡面去 那水利署對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掌握啊 這麼多的柚子倒到我們的水庫 那不是會嚴重的影響我們水庫的蓄洪功能嗎 對於我們花這麼多錢來去維護水庫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耶 好,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說明 首先剛剛如委員講的 文旦到底一年有沒有產到兩百萬噸 當然這是農政單位他們會去確認 但事實上是沒有的 現在是文旦的開花期 他講到說文旦丟到水庫即便是河川 我們已經派了志工去巡查 不但是河川裡面沒有丟 水庫裡面也沒有丟 所以針對這種假新聞 我們昨天已經發布新聞稿 正式予以澄清 不是啦,因為我知道水利署有發新聞稿 但是你講的是今年嘛 去年有發生這個狀況嗎 沒有 如果面對這種假新聞的話 因為大家除了會關心果農以外 大家也很關心水庫 署長你有沒有概念 即使是兩百萬斤不是兩百萬噸 兩百萬斤的文旦丟到稱文水庫 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嗎 我們同等每天都非常關注水庫的狀況 當然我們在莫拉克的時候 看到漂流木會漂流在水庫上面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有這麼多的這個水果成果 我大概算了一下 一顆文旦假設0.5斤 浮水的面積假設是100平方公分 我已經算得很保守了 到了兩百萬斤 總共是一百萬顆 然後它的佔的面積要一公頃 有一公頃的文旦飄在我們的真文水庫上 水利署可能會沒有發現嗎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署長可以跟大家保證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情 目前我們所查查的結果是沒有這個 不是啦 因為這個事情這麼嚴重 我給署長建議 面對這麼惡劣的假新聞 水利署該做的不是只是發新聞稿 召開記者會公開澄清 要求說清楚真相 調查到底 那否則的話台灣社會一天到晚 充斥著這一種 傷害農民 甚至傷害水利署信譽的假新聞 對於政府 對於農民 對於我們的水庫 都是很大的傷害 以後面對這麼嚴重的事情 署長親自出來召開記者會 可以嗎 好謝謝委員指導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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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煌委員 謝謝主委達書長 書長這個麻煩以後 將來有這種的訊息 都要立即做澄清 不要讓那種假訊息 以而傳而 我想這種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應該第一時間就讓它斷然的阻絕 好 謝謝